那紧接下呢 孫子就讲一个很实际的操作 操作品 所以叫军生篇 那这一篇军生篇我下一个小标题 就是以迂为实 用迂回 迂回弯曲 来当做一个直接的手段 就是你想要去做某一件事 你要了解迂回才是直接的手段 不是直接 直接反而会让你失败 然后这边第一个概念就是军生很难 那什么叫军生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说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军 和军俱众 交和而设 什么叫交和而设 就是为了 把军队把兵重把它聚集起来 准备与敌作战 和驻扎结社 在某个地方 开始准备在战场上 和一较长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环节 最难最难最难的 不是一开始 不是那个行篇所讲的 不是谋空篇所讲的 那个东西也很难 知道吗 不是虚实篇所讲的 一切东西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在操作面上 操作面上面 孙子说这叫军政 也就是真正 两边为了实际的利益 而进行一些军事上的操作 这是最难的事 莫难于去争 那古人 这个石家柱那本书里头 有一个古人叫张玉 我不知道他是宋朝的人 他读孙子兵法 他讲到这个地方 他就说 天下最难的事 莫难于什么 莫难于与人相对的争议 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利益 必须要去争 他说这我们这是最难的 你同意吗 你要怎么去打败对手 去赢得你想要的利益 两个人不要谈朋友 谈朋友那更难 还有勤奋的层次在这里面 你要谈即使两个不认识的人 如果对方也是高手 对方也熟足孙子兵法 对方跟你一样拥有很好的条件 你要去争 请问你要怎么争呢 这种事情是最难的事 他说莫难于均争 而均争之所以难 是因为必须要注意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均争篇的核心概念 就是以欲为值以患为义 把迂回当做直接的手段 你这样才能够赢 才能够有空间出来 所以均争篇主谈的概念是八个字 这八个字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想要用这个八个字的话 实际的运用是下面这句话 他说了绕过 绕过他的途径 绕过边界 走外围 或是绕过某一个点 环绕的他 或是迂回的他 而在做法上头 对敌人视之一些诱惑 而幼稚以利 反正给他一些好处 有他一些好处 他就越来越来越妥协 或是让出一些空间出来 他退一步就让出一步的空间 他缓一天 就多给你一天的时间 是不是 这在幼稚以利 所以迂袭图 是希望能够争取空间 地理上头的空间 或是做事情的空间 或是多一些人脉 多一些做事情的一些 一些回旋 然后呢 幼稚以利 让对手呢 能够在时间空间上头 也愿意呢 让步 是吧 后人发 就可以先融入 即使你别人家晚一点毕业 只要你懂得 以欲为几款回力的道理的话 你将来事业成就 不见得会输给 找你一年毕业的人 有个道理 你觉得你找毕业 找到职场上去找工作 给你五年以后的时间 你五年以后的成就一定会比 晚里一年的成就高吗 不一定吧 对不对 你是哈佛毕业了 十年以后的成就 一定会赢过我们中三大学毕业了吗 不一定 你中三毕业了 十年以后一定会赢过 速得科技大学毕业了吗 不一定 你懂吗 所以 这一头要告诉你方法 什么方法 最难的难代 你如何以欲为几款为力 在某些地方 你愿意呢 用力理上的空间 去为你争取一些空间 用时间去争取一些时间 用利益去诱使对方竞争对手 上了你的沟 然后做了某一些不正确的事 结果他往那边走了 真正真正连在这个地方 你居然能够达成这个目标 诱使对方朝着错误的地方前进 诶 像这种概念 都是诱使语力 把空间腾出来了 把时间腾出来了 这样一来的话 即使在起跑点输给人家了 你还是一样 可以比人家早一步登上你 那乌龟最后还是胜过兔子 对不对 他是不是事先给他吃了兴奋剂 所以幼稚以利 让他呢 这个很兴奋 然后呢 就自以为自己赢定了 所以就可以 这个 在树下 睡个片刻 没想一睡完以后 乌龟已经到达终点了 后人发些人去 是不是 所以 比人家 起跑点还晚 输人家输在起跑点 不一定 输一辈子 诶 补习班是错的 补习班说什么 千万不要让你孩子 输在起跑点 天哪 你觉得他讲这句话 是不是很有煽动力 很有煽动力 这句话从哪边出来了 从台湾的古西班界 产生的 然后现在居然这句话 延烧到对岸 我那天看到大陆的 什么电视剧 还看到 居然讲 不在起跑点 天哪 我们台湾的这句话 居然有那么大的煽动力 这句话就告诉你 孙子告诉你 后人发可以先人制 不是先人票 后人发可以先人制 谁说 世界上的竞争是直线的 如果世界上竞争是直线 所以当然比别人家玩出话 就玩到达 世界上往往是区别 而是指数成长的 只要你做对方法 有资金 有人愿意提拔你 你可以突然间一要钱 世界上从来 就不是以直线的进展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后人发可以先人制 所以将来你们在 都会结了会以后 千万不要相信 补习班或是那些 幼儿班的那一套 千万不要让你孩子 输在起胞脸 对啊 我疼我儿 我怎么可以让他 输在起胞脸 三岁就定胜负了 天啊 这种东西一些 居心广设的一种说法 把人间 把人世间的事情 看得太狭小 看得没有什么空间 就是一岁 一出生就决定胜负了 那这种观点的话 从这个观点的话 您的观点 所以我们已经是受害者 谁 我们已经是受害者 你们已经受害者 受害那么多人 今天终于得到一个真理 后人发可以先人制 世界是非线性 这个世界是非线性 很多事情的变化无常 那是内外交织的 而且是一种眼睛的方式 不知道自己怎么样的形式 所以它的变化千变万化了 所以是可以做到后人发先人制 不是说你一定后人发一定会先人制 只要你方法正确的话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实现 看得那么死板 所以不是说你比人家晚毕业 你今天抢这个工作抢出人家 你一切就物物化在 没这种损 你今天失去了这个工作 你人生就没有希望 你今天失去了这段恋情 你以后就好像你人生没希望 所以你赶快表较真理 如是这个 世界没有那么狭小 世界无穷宽广 世界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你方法正确的话 那在战场上的征战 就是要懂得这八个字 懂得如果去运用 运用时间和空间 时间上要停顿一下 空间上要稍微迂回 所以側近一下 你马上空间呈出来 你马上发觉人生就有希望 你懂吗 那如果你在幼稚引力 用一些小力 去幼稚对方 走一个错误的方向 得到一些错误的情报 你马上呈出一个空间出来 所以世界的变化是无穷无尽 这个叫做迂回之计 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必须要懂一个道理 就是说 因为世界既然不是直线的世界 非线线的世界 必须要懂得 必要的时候 要懂得牺牲时间和空间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 你明天一定要教 你今天晚上就熬夜 你要把他赶出来 牺牲睡眠 牺牲时间 这是必然 所以牺牲时间空间 才能够换取到利益 胜利 优势 视察 世界上都能道道 从来就不是值得 所以不要把世界看浅 各何况你看下面这段文字 下面这段文字就告诉你 万事万物 是一体的 什么一体 我尝试来讲这段 各位听听看 看喜不喜欢这个 树干要是蛆的话 反而能够保全自己 因为人们就会放过他 人们找的都是很直的树干 他才能够裁成为家具 才成为桌子的椅子 所以你屈了 反而能够保全你自己 所以不要认为说 屈是不好的 树干要是长歪了 人们自然会把它给乔正 有一个孩子如果做不好了 老师就会纠正他 有一个 有一个水窝 一个水坑那边 挖了 好像 那边有空间出来了 可是下雨了 自然就会把它填满 或是人们看那个 凹凸不舒服 自然会用水泥 用薄油把它填满 衣服穿破了 人们会知道说 你穿破衣服拿一点钱去换你的新衣服 知道吗 少 洗水太少了 会想办法给他夹薪 会想办法换一个新的工作 知道吗 不管是谁 少就会得 多呢 就是货 口袋里头钱多了 资源多的话 反而不仅仍会带给他们幸福快乐 很多人患有忧郁症 反而是很多钱的很富豪 从那个高楼大套跳下来 多则获 所以规定 规定是你钱少就不幸福 不是这个概念 多则获 因此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 你看人 在这个人世间都是追求什么 都是追求后面这个是权 实权老人 值 赢 心 得 是不是 多 都是追求这些东西 而前面这些自然 自去的观念中都是一致的 都是同一件事 你知道什么事吗 就是没有自然会变有 有自然会变没有 趋的自然会变直 往会变正 少会变得 挖的话会赢 因为这个大道 次次然来就会让它变成这样的情形 所以圣人啊 有智慧的人啊 都抱着这样的一致性的一种观点 来看待万事万物 必然是如此 所以啊 我们人也应该学习这种 用这种一致性的观点 去看待万事万物 而千万不要陷入到 挖的境界 赢的境界 新的境界 旧的境界 少的境界 多的境界 不要陷在这里头 要用一种万事万物 自然按照大道而行的话 自然就会有这样的 一统性的一种概念 而这种一统性的概念 自然会让人们 会养成一种 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不是从自己的角度 开会事情就不会自私 不是站在自己的私利的角度 去看待事情的话 而是用什么角度看待事 是用大众 用大道 用世界一体的这样的概念 来看这世界的万事万物 自自然然 他的智慧就会清明 就会看很清楚 然后不会 自然就不会 自己去标榜自己 有什么能处 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有什么比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而自自然反而会获得人们 会把它给凸显出来 不自己夸赞自己 而是别人夸赞他 大众夸赞他 自然又有功 不自己吹牛自己 自然自己就会有 反而就能够彰显出自己的长处 而这样的一种大道 一统的观点 是什么观点呢 就是不争 不争的话 天底下的人 没有人能够跟他相争 这句话很深 没有人争得过你 如果你不争的话 天底下没有人能够争得过你 所以古人所谓取得权这种概念 其是虚言 真的就是鬼话都谈一样 成权而归之 真话都断缺了 真的就是这种道理 这种观点在讲什么呢 在讲我们 如果想要有比较高的智慧 就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输赢的概念 要陷入到少得 这种概念 多少这样的概念 要让自己站在什么高点 站在一种道的观点 站在一种万物的观点 因为没有 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会变有 有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会变少 趋 趋的话 人能看到他趋 就不忍去伤害他 太弯了 自然就让人能够把你扭正 大道本人就不 这给我们怎么启发 这世界是弯曲的 非线性 非线性 所以既然是非线性的世界的话 你才会发觉说原来 关区的道路反而是直的道路 你认为你做的是一件直接的事情 往往那些事情不正确 这个观点是大道的观点 这个观点叫一 一的观点 大家三个观点 迂回财势直入 目标往往不可以直取 关键在哪边 关键在创造 敌虚我实的竞争态势出来 所以你看看 以迂回财势的典范 违未救赵 千古以来很有名的一个 违未救赵的故事 我不用再讲了 对不对 卫国去攻打赵国 赵国求救于齐国 齐国孙兵出兵 不是直接去挽救赵国 而是直接把卫国的首都 把他给围起来 卫去攻打赵的大兵 自然就撤退了 你懂意思吗 这是迂回的概念 趋的概念 其他这些东西你们自己看 是不是 迂回财 为什么要练大我 为什么现在有人晚毕业 时间到了应该毕业才对啊 直到而行啊 你为什么毕业 你多练一年 你们多练两 为什么 拿两个学院在家坐 是 还有没有 为什么你不走直到 迂回这样子 晚一年毕业 晚一年毕业 输在奇葩田啊 对不对 你看到没 很多时候我们绕开 那个交通的 那个庸善的地方 凡是都找到 这个智慧大家都有 是吧 为什么宁可到远的地方去读书 是吧 所以 这些例子 简单这样一想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意思 你可以知道说当然 以于为止 是 出于事情 智慧之所必然 不得不如此 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直线的世界 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曲线的曲线 所以你顺着曲线而行 它本身才是真正的大道 本身才是直线 但是出于一种现实的需求 这种需求叫什么 创造出我时敌需的优势出来 为了创造我时敌需 你必须要因时因地而制宜 就是上一章所讲的 对不对 所以因地而制宜 因因敌而制胜 所以你必须要因应敌情 调整你的做法 所以从来不是直线 从来就是曲线 要迂回 要适应 这种概念 这个大家都有这种概念 对不对 那为什么人们不习惯这种概念呢 就有些人很会理解 讲话都是道的 都道的 这个历史很多 那另外一个概念叫 吃苦受难才是吃苦得利 为什么呢 这也是出于 他想要创造出我时敌需的优势出来 好比说像有一些人 那天跟一个学生聊天 他们搬到购物的时候 都会找一个人 那个人很会几点数 刷卡几点数 他搞的比很多家庭主顾都还清楚 所以班上要购买什么东西的话 全部都给他包 他为什么喜欢帮同学买 买东西啊做点事 因为他帮忙大家集 集体去刷卡的话 可以提及很多点数啊 比如这点数的话 他可以换免费的机票 然后到哪里去玩 就他一个人的 现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有一些同学 很懂得如何去运用 什么红利啊 集点数啊 刷卡多少钱 你就可以得到你继续红利 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以后 你可以换筒 换很多这些东西 是啊 有些人很懂这个道理 所以班上同学要买什么 我帮你忙 同学一般人不散 辞到的也乐意 给他做 可是他代劳 可是他得到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看起来好像他吃亏 他帮忙人 可是事实上他得到很多好处 只是他不说而已 那你想成为低流人物 你就要吃低流的苦啊 各位同学 是不是 所以以换为 这个 这个叫以欲为是以换为利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那为什么吃苦才能够换得利益呢 以换为利呢 各位同学我想来想去 就是上面这句话 这句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患难处 正是众人所厌恶的地方 各位同学谁喜欢吃患难啊 没有人喜欢患难对不对 你独独往患难的地方走 你正是走向南海 你懂吗 每个人都喜欢得利啊 所以每个人抢那个利的话 那个利之所及的地方 正是红海 你觉得 这是解释什么 假扣那里吃苦 假扣那里吃苦 不然喜欢假扣啊 除非智慧比较包围 他就知道眼前的吃苦 正是日后的苦药 而且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啊 确实啊 所有的人啊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得利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往利处走 往高处爬 人往高处爬 水往低处 有不是吗 那现在有一个人 他愿意去众人所业务的地方 也就是患难的地方 他从那边去走 那个地方正就是没有人走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机会正是南海 所以为什么以患为例 没有人走的地方就是你的南海 就是你的大世界 千千万万人抢的地方 抢那个银头小令 杀了你死我猴 整个南海水都染红了 所以各位同学 应该跳开眼前的舒适 或是患难 跳开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觉 没有人愿意走的地方 就在眼前很辛苦 就拿一个工作来讲 这个工作吸水只有三万 很多人都把他凉气 丢给你 你想想看 好吧 没有人去 我去好 诶 没想到 你在那边苦了三年以后 这家公司后来你跟他老板合作 老板提拔你当股东 年轻轻轻的就一下成某一家公司的股东 然后这家公司新创公司 公司不大 可是老板很踏实 愿意给你机会 你学到很多记忆事业的方法 三年当中所学到的 别人家月薪四万五万所学的都还要过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会鼓励同学 眼前现在是比较谈这种事情 以前都是跟同学讲过的概念 现在跟很多同学都讲过 你现在月薪多少 老师我找到工作三万一吃 你们找多少四万 哦那去四万的吗 当然去四万的对不对 是不是 当然去四万的嘛 有谁会去三万七的 有谁去三万七的 我我去 因为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这个三万七的工作 背后 那个没有人看到的表面上是患难 表面上是患 可是他看到患的背后是利 他看到的那种东西 这叫做以患为利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东西 其实从道理来讲的话 你思考就是老子说讲那句话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下一句话 处众人之所物 水啊 是不是都是很脏很低 很低话的地方一直流下去 比较低去是个深渊 是个很深的这个水潭 然后里头都臭水 对不对 水就继续在那里面 没有人想要去的地方 可是水善利万物 善于利益众物 所有的生命 非水不可啊 所以他鼓励人们呢 要怎么学 要学水一样 水很有竞争力啊 水非常的柔软 无处不屈 无处不管 总是当他汇集起来 没有人可打 千军万物 所以老子到时候 其实鼓励人们 你要修自己 你要修智慧 要像水一样去修自己 所以水这个地方 给了我们很深很深的体步哦 各位同学 为什么以患为例 因为患乱处 没有人愿意前往 你前往了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南海 深有取发性 所以以 淤为止以患为例 各位同学 好好想想看 不要让自己的眼光 只停留在眼前 只停留在直处 只停留在直处 要让自己知道 世界是迂回的 世界从来就不是直线的 它是非线性 非线性世界 线性世界 线性世界 是artificial 是非线性世界 是人造的 对不对 看似前进 实则后退 有没有 哦好 啥之许 然后 然后拉功的话 就是 看似后退 看似后退 对不对 信心一发 哇 很好 还有没有例子 是 是 那个 减肥啊 如果 如果靠节食减肥 就是瘦很快 可是它腹胖又很快 看似前进 实则后退 但是如果你是运动的话 那你会先 长肌肉 体重会先上层 然后可是之后 肌肉可以 帮你燃烧脂肪 所以实行 看似前 看似后退 实则前进 还有没有例子 看似后退 实则前进 有没有 看似前进 实则后退 快来 就举点例子 有没有这种例子 所以你才会发觉 世界 原来它不是线性的 那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还没有这种例子呢 不要重视表面 同学知道吗 重视表面就认为 前进就是前进 后退就是后退 就不会想到 看起来是前进 实则后退 有没有 有没有看什么 同贸协议 看似 看似后退 实则前进 看似后退 实则前进 那有没有说是 看似前进 实则后退 对啊 看似 看似 前进 实则后退 看似后退 实则前进 这历史很多啊 知道吗 你买了一家豪宅 看似 幸福 实则不幸福 负债你知道吗 负债的问题 你要稍微再进一步去探索 这负债是因为投资而负债 还是因为消费而负债 就最有得性的 要分清楚 所以很多事情啊 不能为他表面所获 一定要分清楚 他到底实时是前进而后退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东西的话 你总得在战场上 操作 操作出 让别人看起来以为你是后退 你是退步 你现在很弱 事实上你是不断的在养心虚的 等待实际 这样的话在战场上的军争篇 才能够后人发先人之 以利诱之 才能够 这个 看起来好像不利 而事实上呢 你是真正得利的 这在军争在实际操作上 这是至为重要的事 为什么换乱处的受力 我除了刚刚这样的解释之外 因为换乱处没人愿意前往 那是南海 另外还有呢 丰田汽车Toyota这样说 他说问题就是财富 各位同学 问题是很痛苦 为了解决问题很痛苦 可是问题 会给你带来财富 为什么 烦恼为什么是菩提 这边没有写 为什么烦恼是菩提 这边没有写烦恼是菩提 记得我有写 烦恼为什么是菩提 问题就是财富 为什么 为什么给 合他的名言 问题就是财富 此话正讲 跟这一头同工 为什么问题是财富 烦恼就是菩提 本要的概念 为什么烦恼是菩提 为什么问题是财富 敢说问题就是财富的人 他的心态是面对问题的 看一个国家 看一个个人也会希望 你看他这个国家 他这个社会 他这个个人 是面对问题 还是躲避问题的 请问台湾是面对问题 还是躲避问题的 哪一个问题 哪一个政府解决的 你不要说马政府 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哪一个问题获得撤离解决 除了全民健保的 可是全民健保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 财富不健全 哪一个政府 哪一个卧生署长 敢像杨智良这样去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个面对问题的人 你去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 看一下公司有没有希望 公司当然一定是面对问题的 否则他不可能赚钱啊 对不对 你是面对问题的人吗 像西方国家他在看 一个经济体有没有希望的时候 他经常用一个讲话 就是 你是不是face the problem 你不是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就 勇敢去解决问题 勇敢解决问题的国家 跟企业 自然就会带进财富进来 躲避问题的人 眼前看起来好像 平安无事 可是日后问题会反射回来 知道吗 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发觉 台湾航空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永远停留在这里 所以问题就是财富 这样知道吗 在忧患当中才能够生存 在安乐当中 整个受死 这是谁的名额 梦死 就是同样的概念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人生是享乐了吗 要建议事业 要建议事业亡国 要建议幸福的人生 是在安乐当中吗 还是在苦痛当中 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真相 所以想要向上 向上跳 一定要怎么样 要向下蹲 同样的道理 你想要把它打开 一定要先把它给关起来 门 门 门打开了 门打开了没有 门还没有打开 对不对 待会一下课 两分钟以后 有人把它打开了 哦 门终于开了 各位同学 为什么你有一个概念 叫门终于开了 他原本是关的 你才有所谓打开的概念 如果他一直都开着 根本没有所谓的打开 懂吗 对不对 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啊 所以 你想要 把一个人 弱化他 你先跟他灌迷他 让他以后他自己很强 你懂吗 就这种概念 你想要废掉一件事 你先让他 看起来好像有那一件事一样 这都是 你想要跳起来 一定要先蹲下 你想要打出去 一定拳头 一定要先收回来 才能打出去啊 没有人这样打的啊 你又不是理想的结拳道 寸拳 你一定都是这样收回来 有这个空间 你本来在这边打点在这边 拉回来 所以你有这段众生 你才能够打得到对方 所以你想要打出去 一定要先后退 你想要有白天 有体力 你一定晚上一定要早睡 你一定要睡得好 一样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这种概念呢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你想要夺之必须 必顾与之 向下蹲才能够向上跳 都是以欲为止 以换为力 一系列的这样的智慧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大道理 一个大道理 那这道理很简单 可是应用起来就不太那么简单 所以 所以 此祸之躯以求生也 此祸 此祸就是一种 一种 像蚯蚓一样那种动物 它为什么弯曲 它为什么弯曲 各位同学为什么要弯曲 因为它要伸展 为什么人家对你很客气 各位同学 百事不爽哦 对你很客气的人 你千万要小心 看到没 你要小心不是说 他是坏蛋不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必要对你客气 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客气 如果出生了内心真正的修为 你可以发觉这个是真诚 如果浑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你越小心的 你要越是 对你越客气的 你要越是要小心 不要说提防 就要小心的 这世界上本来的事情就不行 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物理距离是直线 可是在人心之间 最短的距离是曲线 所以呢才有一句话说 三中有直数 世上无直人 所以讲话不能直 不能太直 不能太直 讲话太直 不只容易伤人 而且事情也容易搞砸 不容易有差 不容易有差 太子的人往往都不能当 长官 都是当什么 都是当下属 对不对啊 我讲的是太直 太直 太直 这个东西啊看你怎么用 当然没有错看状况 没有错 但只是告诉你 人心的迂回 那个空间的迂回 柔才能够包围钢 柯是钢的往往是柔 用钢来打钢的话 会超出很多的火花 会造成全面攻击 柔克钢才可以 很安安静静的 很无稳沉沉的 在枕头旁边的细语 就是征服英雄老板 不靠非常温柔的话语 法律就能够征服当成 这事实上 可能就是 就是这样的道理 处处都显示 这样 以退为信 这首诗啊 你可以把它背起来 所法清央擦满田 低头便箭水冬天 六根清净方圍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所以看是退步 其实你再仔细看 有时候反而是前进 看是前进 有时候再看 反而是退步 你不要看他满身 买的都是名牌名包 你以为他前进吗 你要注意看哦 小心看 所以世界上的事情 往往都不生了 所以不要为表面所破 今天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概念 以欲为主 以换为例 他背后藏着的是 世界上的一种真相 一种道理 为什么你要后退 后退才要前进啊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要从后门前进 前进才要后退 都有很深的这样的意涵 那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你要睁大眼睛 把事情看清楚 想清楚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表面上看起来是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 往往带给你很大的财富 所以人呢 就不会那么短线 就不会那么现实 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 就是你愿意奋身 奋勇去做这件事 看起来像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得到很多的好处 所以不要只是为表面所破 而这个世界上 经常都是追求表面的 追求形式 追求形式 只能够让你解决眼前的问题 而且会让你养成躲避问题的习惯 你要面对的是实际 你要面对的是问题 你不要躲避问题 躲避问题的经常都是 看表面而躲避问题 今天就先上了